第四十六回 并关锁大闹翠平山 拼命三火烧筑家庄 十月 古贤一讯太叮宁 气旧才花少纵情 李白晨江真见识 绿珠雷珠更分明 同山数道人何在 整地屠王可已清 寄予尽身须领悟 修教四大 日盈盈 话说当下众林社 结住王宫 直到冀州府里首告 知府却才声听 一行人跪下告道 这老子敲着一旦高舟 破翻在地下 看时却有两个死尸在地下 一个是和尚 一个是头驼 举个身上无一丝 头驼身边有刀一把 老子告道 老汉每日迈高迷营生 只是五更出来赶衬 今朝起得早了些个 合着铁头猴子只顾走 不看下面 一跤半翻 碗碟都打碎了 只见两个死尸 血漉漉的在地上 一时诗经叫起来 到被林社扯住道观 往相公明镜 可怜见辩查 知府随即取了供词 行下公文 为当方李甲 带了五座行人 押了林社王公一干人等 下来检验失守 明白回报 众人登场 看宴已了 回州禀赴知府 为被杀死僧人 戏事报国四舍离 陪如海 旁边投驼 戏事伺候胡道 和尚不穿一丝 身上三四道朔伤 致命方死 胡道身边 现有凶刀一把 只伯相上 有勒死痕伤一道 想是胡道 彻刀 朔死和尚 拒罪自行勒死 知府叫拘本四守僧 拘问缘故 拘个不知情由 知府也没个决断 当按孔木并道 眼见得是 这和尚裸形赤体 必是和那投驼 干甚不公不法的事 互相杀死 不甘亡功之事 林社都叫赵宝听后 失守着仰本四住持 即被棺木长练 放在别处 立个互相杀死的文书便聊 知府道 也是 随即发落了一干人等 不在话下 冀州城里 有些好事的子弟们 一知此事 在街上讲动了 因此 做成一支曲来 道是 避免 破奈突图无状 作事只嫩狂大 按约娇娥 要为夫妇 永同冤仗 曾经灌恶满盈 电入诸多和尚 血泊内横尸立象 今日赤条条什么模样 沥雪齐妖 头颜卫虎 全部响 祖师经上 牧连旧牧升天 这贼秃为娘身丧 后来冀州城里书惠们备知了这件事 拿起笔来 又做了这支临江仙词 交唱道 破戒沙门情罪恶 终朝女色昏迷 头驼作作一敲漆 睡来同亲枕 死去不分离 小和尚片时狂兴起 大和尚破丧魂飞 长街上露出这些儿 只因胡道者 害了海蛇里 这件事满城里都讲动了 那妇人也惊得呆了 自不敢说 只是肚里暗暗的叫苦 杨雄在冀州府里 有人告到杀死和尚投驼 心里早瞧了七八分 寻死 此一事准是石秀做出来了 我前日一时间错怪了他 我今日闲些 且去寻他 问他个真实 正走过周桥前来 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 哥哥哪里去 杨雄回过头来 见是石秀便道 兄弟 我正没寻你处 石秀道 哥哥起来我下处 和你说话 把杨雄引到客店里 小房内 说道 哥哥 兄弟不说谎吗 杨雄道 兄弟 你休怪我 是我一时愚蠢不是了 酒后失言 反被那婆娘瞒过了 怪兄弟 想闹不得 我今特来寻贤弟 赴经请罪 石秀道 哥哥 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 却是顶天立地的好汉 如何肯做这等之事 怕哥哥日后中了奸计 因此来寻哥哥 有表记叫哥哥看 将过和尚头头的衣裳 紧拨在此 杨雄看了 心头火起 便道 兄弟休怪 我今夜碎割了这贱人 出这口恶气 石秀笑道 你又来了 你既是宫门中勾当的人 如何不知法度 你又不曾拿得他针尖 如何杀的人 倘化是小弟胡说时 却不错杀了人 杨雄道 是此怎生罢休的 石秀道 哥哥指依着小弟的言说 叫你做个好男子 杨雄道 贤弟 你怎的教我做个好男子 石秀道 此间东门外 有一座脆平山 好生僻静 哥哥到明日 只说道 我多时不曾烧香 今来和大嫂同去 把那妇人赚将出来 就带了赢儿 童到山上 小弟先在那里等候着 当头对面 把这是非都对得明白了 哥哥那时 徐于一指修书 气了这妇人 却不是上招 杨雄道 兄弟何必说的 你身上清洁 我已知了 都是那妇人说谎 石秀道 不然 我也要哥哥知道 他往来真实的事 杨雄道 既然兄弟如此高见 必不差了 我明日准定和那见人来 你却休要悟了 石秀道 小弟不来时 所言俱是虚谬 杨雄当下别了石秀 离了客店 且去府里办事 至晚回家 并不提起 亦不说甚 只和每日一般 此日天明起来 对那妇人说道 我昨夜梦见神人叫我 说有旧愿不曾还的 向日许下 那东门卖月庙里 那柱乡院未曾还的 今日我闲些 要去还了 去和你同去 那妇人道 你便自去还了吧 要我去何用 杨雄道 这愿心却是当初 说亲时许下的 必须要和你同去 那妇人道 既是嫩的 我们早吃些素饭 烧汤洗玉了去 杨雄道 我去买香纸 顾轿子 你便洗玉了 书头插袋了等我 就叫盈儿 也去走一走 杨雄又来客店里 相约石秀 饭罢便来 兄弟修悟 石秀道 哥哥 你若抬得来时 只叫在半山里下了叫 你三个步行上来 我自在上面一个屁处等你 不要带闲人上来 杨雄约了石秀 买了纸竹 归来 吃了早饭 那妇人不知有此事 只顾打扮得齐齐整整 盈儿也插袋了 教夫扛轿子 早在门前伺候 杨雄道 太山看家 我和大嫂烧了香便回 攀弓道 多少香 早去早回 那妇人上了轿子 迎儿跟着 杨雄也随在后面 出得东门来 杨雄滴滴吩咐教夫道 与我抬上翠平山去 我自多还你些轿钱 不到一个时辰 早来到那翠平山上 但见 远如蓝殿 尽若翠平 见边老贵摩云 沿上野花映日 漫漫青草 满目尽是荒坟 鸟鸟白羊 回首多阴乱种 一望并无闲寺院 摧尾好似 北芒山 原来这座翠平山 却在冀州东门外二十里 都是人家的乱坟 上面并无安设寺院 层层尽是古墓 当下杨雄把那妇人抬到半山 叫教夫蹊下轿子 拔去葱馆 搭起轿帘 叫那妇人出轿来 妇人问道 却准得来这山里 杨雄道 你只顾且上去 教夫只在这里等候 不要来 少可以发打发你酒钱 教夫道 这个不妨 小人自止在此间四后便聊 杨雄引着那妇人并银耳 三个人上了四五层山坡 这件石绣坐在上面 那妇人道 香脂如何不僵来 杨雄道 我自先使人僵上去了 把妇人一扶 扶到一处古墓里 石绣便把包裹 腰刀杆棒 都放在树根前来道 扫扫拜议 那妇人连忙应道 叔叔怎的也在这里 一头说 一面肚里吃了一惊 石绣道 在此专等多时 杨雄道 你前日对我说道 叔叔多遍把言语调戏你 又将手摸着你胸前 问你有韵也未 今日这里无人 你两个对得明白 那妇人道 哎呀 过了的事 只顾说什么 石绣睁着眼来道 嫂嫂 你怎么说这般闲话 正要哥哥面前说个明白 那妇人道 叔叔 你没事 自把脚提做什么 石绣道 嫂嫂 你休要硬证 叫你看个证件 便去包裹里取出海蛇离 并投投的衣服来 撒放地下 道 你认得吗 那妇人看了 飞红了脸 无言可对 石绣搜的情出妖刀 便与杨雄说道 此事只问盈儿 便知端地 杨雄便揪过那丫头 跪在面前 喝道 你这小贱人 快好好识说 怎能在和尚房里入间 怎声约会 把香桌为号 如何叫头头来敲目鱼 石对我说 饶你这条性命 胆瞒那一句 先把你剁作肉泥 盈儿叫道 官人 不敢我事 不要杀我 我说与你 去把僧房中吃酒 上楼看佛牙 赶他下楼来 看攀公酒醒说起 两个背地里约下 第三日叫头头来画斋饭 叫我取铜钱 不失于他 娘子和他约定 但是官人当劳上诉 要我多香桌放出后门外 便是暗号 头头来看了 却去抱之和尚 当晚海蛇里伴奏俗人 带顶头巾入来 五更里 只听那头头来敲目鱼响 高声念佛为号 叫我开后门 放他出去 但是和尚来时 瞒我不得 只得对我说了 娘子许我一副串着 一套衣裳 我只得碎顺了 此次往来通有数十遭 后来便吃沙了 又与我几件首饰 叫我对官人说 石叔叔把言语调戏一截 这个我眼里不曾见 因此不敢说 只此事实 并无虚谬 赢二说罢 石秀便道 哥哥得知吗 这般言语 许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说 请哥哥去问嫂嫂背戏原由 杨雄揪过那妇人来 贺道 贼贱人 丫头都已招了 便你一心修赖 再把实情对我说了 饶了你贱人一条性命 那妇人说道 我的不是了 你看我就是夫妻之面 饶恕了我这一遍 石秀道 哥哥含糊不得 需要问嫂嫂一个明白背戏原由 杨雄贺道 贱人 你快说 那妇人只得把偷和尚的事 从做道场夜里说起 直至往来 一一都说了 石秀道 你却怎的对哥哥 道说我来调戏你 那妇人道 前日他醉了骂我 我见他骂得敲击 我只猜是叔叔看见破绽 说与他 到五更里 又提起来问叔叔如何 我却把这段话来知无 石是叔叔并不曾嫩的 石秀道 今日三面说的明白了 任从哥哥心下 如何措置 杨雄道 兄弟 你与我拔了这贱人的头面 剥了衣裳 我亲自服侍他 石秀便把那妇人 头面首饰衣服都剥了 杨雄搁两条裙带来 亲自用手把妇人绑在树上 石秀也把盈儿的首饰都去了 递过刀来说道 哥哥 这个小贱人 留他做什么 以发斩套除根 杨雄硬道 果然 兄弟把刀来 我自动手 盈儿见势头不好 去带要叫 杨雄手起一刀 挥做两段 那妇人在树上叫道 叔叔 劝一劝 石秀道 嫂嫂 哥哥自来服侍你 杨雄向前 把刀先握出舌头 一刀便割了 且叫那妇人叫不得 杨雄却指着骂道 你这贼贱人 我一时间误听不明 险些被你瞒过了 你这坏了我兄弟情分 二乃久后 必然被你害了性命 不如我今日 先下手为强 我想你这婆娘 心肝五脏 怎的生着 我且看一看 一刀从心窝里 直搁到小肚子上 驱出心肝五脏 挂在松树上 杨雄又将这妇人 七事件分开了 却将头面衣服 都拴在包裹里了 杨雄道 兄弟你起来 和你商量一个长遍 如今一个奸夫 一个淫妇 都已杀了 只是我和你 投哪里去安身立命 石秀道 兄弟已寻思下了 自有个所在 请哥哥便行 不可担持 杨雄道 却是哪里去 石秀道 哥哥杀了人 兄弟又杀人 不去投梁山坡入火 却投哪里去 正是 奸淫妇女说原因 请客师孩化作成 若欲必他灾与祸 梁山坡里好前身 杨雄道 且住 我和你又不曾认得 他那里一个人 如何便肯收录我们 石秀道 哥哥诧异 如今天下江湖上揭文 山东及时与宋功名 招账 我和你一身好武艺 谁不知道 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艺 仇胜不收留 杨雄道 凡是先男后裔 免得后患 我却不合适工人 只恐他疑心 不肯安住我们 石秀笑道 他不是压司出身 我叫哥哥一发放心 前者哥哥任意兄弟那一日 先在酒店里和我吃酒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梁山坡 神行太宝戴宗 一个是锦豹子杨林 他与兄弟十两一定银子 赏物资在包里 因此可去投脱他 杨雄道 既有这条门路 我去收拾了些盘缠便走 石秀道 哥哥 你也这般没兜的 躺货入城事发拿住 如何脱身 放着包裹里 先有若干拆串首饰 兄弟又有一些银两 再有三五个人也够用了 何须又去取讨 惹起是非来 如何救解 这事少时变发 不可迟滞 我们只好往身后走 石秀便背上包裹 拿了杆棒 杨雄插了腰刀在身边 提了坡刀 却在要离古墓 只见松树后 走出一个人来 叫道 清平世界荡荡乾坤 把人割了 却去投奔梁山坡入火 我听得多时了 杨雄石秀看时 那人那头便败 杨雄却认得这人 姓石名谦 祖冠是高唐州人士 流落在此 则一地里做些飞檐走壁 跳离骗马的勾当 曾在冀州府里吃官司 却得杨雄救了他 人都叫他做古上枣 怎见得十千的好处 有师为证 古软身躯见 眉浓眼目仙 形容如怪族 行步似飞仙 夜竟穿墙过 更深绕乌玄 偷迎高手客 古上枣 十千 当时杨雄便问十千 你说什么 十千道 杰吉哥哥听饼 小人近日没甚道路 在这山里掘些古坟 密两份东西 因见哥哥在此行事 不敢出来冲撞 却听说 去偷梁山坡入火 小人如今在此 只做的些偷鸡盗狗的勾当 几时事了 跟随着二位哥哥上山去 却不好 为之遵义 肯代谢小人吗 石秀道 即是好汉中人物 他那里如今朝贤那事 那争你一个 若如此说时 我们一同去 当下引了杨雄石秀 三个人自取小路下后山 投梁山坡去了 据说这两个教夫在半山里 等到红日平息 不见三个下来 吩咐了又不敢上去 挨不过了 不免信不寻上山来 只见一群老鸭 成团打筷在古墓上 两个教夫上去看时 原来却是老鸭夺那杜长池 以此锅造 教夫看了吃那一惊 慌忙回家 暴雨攀工 一同去冀州府里首告 知府随即拆尾一员县位 带了五座行人 来翠平山 检验尸首衣料 回复知府 并道 捡得一口妇人攀巧云 搁在松树边 使女盈儿 杀死在古墓下 坟边一下 一堆妇人投脱衣服 知府听了 想起前日海和尚 投脱的事 贝戏询问攀工 那老子 把这僧房酒醉一截 和这石秀出去的缘由 都说了一遍 知府道 眼见的是死妇人 与这和尚通奸 那女士投脱坐脚 想着石秀那丝 路见不平 杀死投脱和尚 杨雄这次 今日杀了妇人女士无疑 定是如此 只拿的杨雄石秀 便知端地 当即行仪文书 出即赏钱 捕获杨雄石秀 其余教夫人等 各放回天后 叛工自去买棺木 将尸首殡葬 不在话下 再说杨雄石秀 十千 离了冀州地面 在路夜宿小行 不择一日 行到运州地面 过得香林蛙 早望见一座高山 不觉天色渐渐晚了 看见前面一座靠西客店 三个人行到门前看时 淡见 前林关道 后傍大西 数百株垂柳当门 一两树梅花傍乌 金针离落 周回绕定茅茨 芦苇连笼 前后遮藏土炕 右臂香一行书写 门关木街五湖滨 左侍下七字巨道 亭户招迎三道客 虽居野店荒村外 亦有高车四马来 当日黄昏时候 殿小二去带关门 只见这三个人撞江入来 小二问道 客人来路远 已死晚了 十千道 我们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 因此到得晚了 小二哥放他三个人 入来安歇 问道 客人不曾打火吗 十千道 我们自理会 小二道 今日没客些 灶上有两只锅干净 客人自用不防 十千问道 店里有酒肉卖吗 小二道 今日早起有些肉 都被进村人家买了去 只剩的一瓮酒在这里 并无下饭 十千道 也罢 先借五生米来做饭 确立会 小二哥取出米来与十千 就逃了 做起一锅饭来 石秀自在房中 安顿行礼 杨雄取出一只钗儿 拔雨店小二 先回他这瓮酒来吃 明日一发算账 小二哥收了钗儿 便去里面 多出那瓮酒来开了 将一碟儿熟菜 放在桌子上 石秀先提一桶汤来 叫杨雄石秀洗了脚手 一面筛酒来 一面筛酒来 就来请小二哥 一处坐地吃酒 放下四只大碗 蒸下酒来吃 石秀看见店中 盐下 插着十数把好坡刀 问小二哥道 你家店里 怎能有着军器 小二哥硬道 都是主人家留在这里 石秀道 你家主人是什么样人 小二道 客人 你是江湖上走的人 如何不知我这里的名字 前面那座高山 便换作独龙岗山 山前有一座 令微微的岗子 便换作独龙岗 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 这里方圆三百里 却换作住家庄 庄主太公 住朝凤 有三个儿子 称为住室三杰 庄前庄后 有五七百人家 都是店户 各家分下两把坡刀与他 这里换作住家店 常有数十个家人 来店里上宿 以此分下坡刀在这里 石秀道 他分军器在店里何用 小二道 此间离梁山坡不远 地方较近 只恐他那里贼人来借梁 因此准备一下 石秀道 我与他接银两 回于我一把坡刀用 如何 小二哥道 这个却使不得 器械上都编着字号 我小人吃不得主人家的棍棒 我这主人 法度不清 石秀笑道 我自取笑你 你却变慌 且只顾饮酒 小二道 小人吃不得了 先去歇了 客人自便 宽饮几杯 小二哥去了 杨雄石秀 又自吃了一回酒 这见石秀道 可可要吃肉吗 杨雄道 殿小二说了没肉卖 你有哪里得来 石秀嘻嘻地笑着 去灶上提出一只老大公鸡来 杨雄问道 哪里得这鸡来 石秀道 小弟却才去后面静手 见这只鸡在笼里 寻思眉身与哥哥吃酒 被我悄悄 爸去西边沙了 提桶汤去后面 就那里咸得干净 煮得熟了 爸来与二位哥哥吃 杨雄道 你这四 还是这等贼手贼脚 石秀笑道 还不改本行 三个笑了一回 把这鸡来手撕开吃了 一面盛饭来吃 只见那店小二略睡一睡 放心不下 爬僵起来 前后去照观 只见厨桌上有些鸡毛 都是鸡骨头 去去灶上看时 半锅肥脂 小二慌忙去后面龙里看时 不见了鸡 连忙出来问道 客人 你们好不打理嘞 如何偷了我们店里 爆小的鸡吃 石秀道 见鬼了呀呀 我自路上买的这鸡来吃 何曾见你的鸡 小二道 我店里的鸡去哪里去了 石秀道 敢被野猫脱了 黄星的吃了 药莹扑了去 我却怎的得知 小二道 我的鸡才在龙里 不是你偷了是谁 石秀道 不要争 只挤钱 赔了你便吧 店小二道 我的是爆小鸡 店内少他不得 你便赔我十两银子也不计 只要还我鸡 石秀大怒道 你诈哄谁 老爷不赔你便怎的 店小二笑道 客人 你们需要在这里讨野火吃 使我店里 不必别处客店 拿你到庄上 便坐梁山坡贼寇借了去 石秀听了大骂道 便是梁山坡好汉 你怎么拿了我去情赏 杨雄也怒道 好意还你些钱 不赔你 怎的拿我去 小二叫一声 有贼 这间店里赤条条的走出三五个大汉来 敬奔杨雄石秀来 被石秀手起 一拳一个都打翻了 小二哥正在要叫 被石秦一掌打肿了脸 作声不得 这几个大汉都从后门走了 杨雄道 兄弟 这四门一定去抱人来 我们快吃了饭走了吧 三个当下吃饱了 把包裹分开腰了 穿上马鞋 跨了腰刀 个人去枪架上剪了一条好坡刀 石秀道 左右只是左右 不可放过了他 便去造前寻了把草 造里点个火 往里面四下翠着 看着草房被封一山 呱呱杂杂火起来 那火请客见 天也四般大 三个一开脚步 往大路便走 正是 小粪原来 魏阳机 便叫兵险 急前离 至多兴用连环计 助势庄园 做粉机 三个人 行了两个羹刺 只见前面后面 火把不计其数 约有一二百人 发着喊赶将来 石秀道 且不要慌 我们且见小路走 杨雄道 且住 一个来杀一个 两个来杀一双 在天色明朗却走 说由未了 四下里合拢来 杨雄当先 石秀在后 石谦在中 三个听着泼刀 来战庄客 那伙人出石不知 轮着枪棒赶来 杨雄手起泼刀 早戳翻了五七个 前面的便走 后面的急带要退 石秀赶入去 又朔翻了六七人 四下里庄客 简说伤了十数人 都是要性命的 思量不是头 都退了去 三个得一步赶一步 正走之间 喊声又起 枯草里输出两把脑钩 正把石牵一脑钩搭住 拖入草窝去了 石秀急转身来救石牵 背后又输出两把脑钩来 去得杨雄眼快 便把坡刀一剥 两把脑钩剥开去了 将坡刀望草里便戳 发声喊都走了 两个剑捉了石牵 怕深入重地 已无心恋战 顾不得石牵了 且四下里巡路走吧 见东边火把乱鸣 小路上又无丛林树木 两个便往东边来 重庄客四下里赶不着 自救了带伤的人去 将石牵被剪绑了 押送住家庄来 且说杨雄石秀走到天明 望见前面一座村落酒店 石秀道 哥哥 前头酒四里 买完酒饭吃了去 就问路程 两个便入村店里来 以了坡刀 对面坐下 叫酒宝取些酒来 就做些饭吃 酒宝一面铺下菜书暗酒 烫江酒来 方玉带吃 只见外面一个人奔江入来 身材长大 生得阔脸方塞 眼心耳大 帽愁行粗 穿一领茶鹤愁衫 戴一顶万字头巾 记条白卷搭博 下面穿一双油旁靴 叫道 大官人 叫你们挑蛋来装上呢 店主人连忙硬道 装了蛋 少客便送到装上 那人吩咐了 便转身又说道 快挑来 却在出门 正从羊熊石秀面前过 羊熊却认得他 便叫一声 小狼 你如何却在这里 不看我一看 那人回转头来 看了一看 却也认得 便叫道 恩人如何来到这里 望着羊熊石秀便拜 不是羊熊撞见了这个人 又分叫 梁山坡内 脑犯了那个英雄 独龙钢前 乱杀下一堆尸手 直叫 住家庄上三番闹 冤子城中 大对来 毕竟羊熊石秀 遇见的那人 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是谁